与此同时,中国星期一就日本出动航空自卫队飞机拦截中国海间船,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,并敦促日本新任驻华大使积极改善两国关系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。 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,12月24日中午,日方发现一架中国公务飞机飞到钓鱼岛以北约100公里附近。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从冲绳纳坝基地升空应对,中方的飞机随后离开。 日方表示,这是中国公务飞机即本月13日及22日之后12天内第三次飞进钓鱼岛上空。 中国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星期一发表了社评,措辞严厉地指出,日本出动战机若导致中方的飞机坠落,必遭对等报复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发布的《2013年国际形势黄皮书》中也称,钓鱼岛问题已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严重困境,不排除钓鱼岛危机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,中国海间飞机一直都在东海海域上空进行例行巡航。 中方对日方出动航空自卫队飞机高度关注和警惕。 中方对日方出动航空自卫队飞机高度的关注和警惕,已对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。 中方将对日方的意图保持密切的关注。 另一方面,日本新任驻华大使穆斯昌仁星期二正式上任,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。 发言人华春莹说,我们希望日本新任的驻华大使到任以后,能够积极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,能够与中国的各界进行密切的接触和沟通,增进对中国的了解,致力于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。 日本政府11月底任命助理官方长官穆斯昌仁为新一任驻华大使,之前的两位日本驻华大使,分别是因为发表有争议的钓鱼岛言论而被召回的丹羽羽衣郎,以及在上任前突然去世的西宫申医。 以上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